那問一下他的說法前後 你覺得瑕疵在哪裡好不好 你也認為有瑕疵嗎 來 相識經過 OK 他說呢 從4號 我們從4號好了好不好 這10多年來 他做很多公益的事情 推動觀光人文夜市 開創很多地方就業機會 他已經改過相散了 OK 所以他認識他 但是最大的瑕疵是他講10多年 因為我剛剛講了2002年才瑕疵出來 到現在為止還不是10多年 所以他10多年前就改過相散了 在監獄裡面 那時候他在監獄還遙控 他後來也做很多公益的事情 他後來也修正 但這種事情一修正就給人家一種 不好的觀感 他講了 我把10幾年這個時間講錯了 應該是近5 6年來 OK 再來 我5 4海的朋友都會認得 海內外的朋友都認得 對不對 海內存自己嘛 天涯若必淋嘛 對不對 難道我每一個都要去問你15歲 有沒有幹過壞事 17歲有沒有幹過年少輕狂的事嗎 OK 好 那後來還有修正 這兩句話就是矛盾的 他第一句話講說他已經改過相散 那表示說他知道他以前有做過壞事 才會改過相散 那怎麼後面又講說 難道我每個都去問他有沒有幹過壞事 一副講說我不知道他有前科 其實他早就知道了 他兩句話你對起來就是矛盾 15歲 他講說你15歲有沒有幹過 17歲 對 15歲 17歲 我接觸他認識他那時候 我知道他曾經做過啦 實話嘛 他前面又說他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過去啦 那是矛盾 OK 好 那辦理特件這件事情 院長你有沒有幫江青良辦過特件 不會不會不會 不會 OK 我本後來又改了 我本身事前不知情 事後也未獲通報 但是因為是我服務處 我查了卻有此事 所以我概括承受 這我可以補充一下 因為剛剛西萍講了一個訊息 就是說江青良辦了很多次特件 有些是吳敦英的助理處理 那確實 尤其看郭平輝 特件誰啊 他特件很多人 那郭平輝那也看了顏青標 但是顏青標這一場 是吳敦英帶著江青良去的 那這個他就不能說都是我助理 或是一開始說我從來沒有 不會不會 這場是兩個人共同在場 不應該記不得起 如果說每一場都記得 對吳敦英太要求對不對 可是吳敦英自己有去的那一場 應該是不可能忘記 對不對 初有的經費 我不會每一個人都去問 是誰出的錢 只要錢是合法的 也通 對不對 通嗎 錢都合法 都是真操嗎 大家問的是說 有沒有拿立委時期的公費出遊 對 如果你去巴黎島 跟他們自己什麼 以觀光為名 你拿立法院的經費 這個東西是不是有 後來有講 住宿費是個人分攤 巴黎島執行完全是自費 這個沒有問題了 可是到現在沒有人去查 他有沒有報 因為你記不記得香港行 他也說是我助理去報的我不知道 那搞不好又 這一趟巴黎島又是助理幫他報的 他又不知道了 OK 也有可能 所以可能還會再一個更正 對不對 對 也有可能 我要少一格 再來 沙石選舉這件事情 他第一時間是不回應的 可是實在是壓力太大了 對不對 他說如果能證實我參加巴黎島執行的證據 就是處理沙石利益分配 並安排南投縣議會正副議長人選 我立刻辭職 這拔就當了 這拔就漂亮了 我覺得他這拔就打到李文中了 因為這個新聞從禮拜五中午過後 他開這個記者會 那時候乍聽之下好像沒有講到什麼 可是一直到今天新聞的發展 吳敦義等於這件事情 掐住李文中的這個咽喉 說因為你選舉你衝得很快嘛 你第一時間又站出來說 江青娘怎麼樣 你們去巴黎島怎麼樣 那你現在沒有辦法舉證 他現在有某種程度承認 是沒有直接的這個秘密證人 一切到法庭上講 我覺得吳敦義這個是打到李文中 那問一下細菱 以吳敦義的這種所謂的孤嬰 不是孤鳥 孤鳥 也案子他是嬰派的 大致一點 孤嬰的這個性格 所以他老是一個人 獨來獨往嗎 不管在選舉的場合還是什麼 他這樣子 他是比較人多或陌生人多的時候 他是不喜歡哈拉的 譬如說他這個 但是他如果跟熟人在一起的時候 他話很多 他其實話蠻多的 其實也蠻熱情的 就熟人在一起 那我們吃飯吃了很多次 吳敦義就在桌裡面 你說他不講話嗎 他話非常多 而且非常熱情 一從頭笑到尾 他這次當行政院長 你看他姿態彎得多低 他從立法院立委辦公室12樓開始 一樓走樓梯走下來 馬上說 吳敦義租立倫來了 結果四分之三的立委不在 就沒有等他 他沒關係 每個助理通通握手 所以他這次把姿態保障 不過我要講 我們這事情要從兩個方向 一個就是 他的程序的方面 他做了我所有瑕疵 但第二 這次為什麼要攻擊吳敦義 主要是想要把他說 跟黑道掛鉤 有SARS利益 有僑人士這些東西 這個我剛剛講到他有瑕疵 他在程序方面發言 確實很厲害 但你說用這一方面來抹黑吳敦義 因為我跟他認識滿熟的 就是實在不可思議 因為吳敦義 到幾歲 他就有夢 要做政治夢 但他知道他在整個政治的行程中 不能有污點 所以他這方面幾乎是政治裡面 我認為非常小心的一個 所以他才能夠61歲當上行政院長 這他的夢想就實現了 他花這麼多時間 所以他在這過程中 老實說吳敦義算是一個 都盡量不碰預算 不碰人事 不瞧人事的一個人 我們老實說 我們在政壇 看他這麼多年跟他這麼熟 所以你要說吳敦義今天 去刻意跟黑道掛鉤 去SARS利益分配 跟政府議長瞧人事 這真的不像吳敦義你知道嗎 他如果吳敦義幹這種事情 老實說 那台灣政治人物 很多人都在幹這個事情 會不會是黨內有人要逗他 其實吳敦義分兩個變相 我再解釋一下 喬沙時不是吳敦義 喬政府議長是黨秘書長要做的事情 但是那個時機有點早 我覺得也應該不會公開的談 那個是秘書長的工作 其實我說他有兩個面向 我們講他孤嬰孤鳥 是他在政治領域裡面 就是屬於 尤其是中央層級 因為他也是要往上走的 可是他地方不要忘記了 他過去從記者到台北市議員 到南投縣長 後來一路他是靠著地方選舉上來 尤其那時候低潮 縣市長高雄市長選輸了以後 他返回南投老家去參選 他很早開始 包括他的太太蔡令儀 都不是省油的燈 不是一般的官夫人 組織站 文宣站 財務委這時候他管的 他們那時候是從地方 尤其在南投 我還聽到他們講一個故事 那個顛簸的山路 他們也要去 那個只能一路撞撞撞 在車裡面一路頭去撞 那個太顛簸了 撞出來的選票 你說今天吳敦營令人家最驚訝的 我剛剛前面講了 喬沙石說實在的 我也不相信 我不相信吳敦營會去喬沙石 但是今天吳敦營 為什麼這個新聞鬧那麼大 是因為他跟黑道有關係 他跟黑道有關係 包括我們去問很多社會記者 你說政治人在選舉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安全組 有 安全組就是到他兄弟 維護治安 幫你整理這個秩序 有時候造勢現場給你撈人去 藍綠他們都會有所謂的安全組 後來併入所謂後援會 但是後援再是地方型的 你多少會跟道上的兄弟 你保持一個距離 沒有例來說 現在已經是政治聲望到達 可以做行政院院長的時候 他在立委任內 欺家帶眷 會跟這樣的一群人 尤其裡面有個江青良 過去背景是這樣 你們已經是好到說 通家少 你還可以去出遊 出遊這個就已經過分 然後特技為什麼 江青良他關係也很好 他為什麼不找其他的 要透過你來辦特技 其他的政治人物 其他的立委 為什麼老是找你呢 而且你當初去看顏青標 他也去看顏青標 蒙拉 鹹西庫 兩個就一起去幫他辦特技 所以每件事情弄下來 你就覺得說 武敦義他過去一直想心上大位 他選輸高雄市長的時候 還沒預期要輸的時候在選前 很多人就說 市長你如果過了這一關 打敗信長庭以後 你就04年 你的對手就是陳水扁 你就是加入總統大選 他也一心想說跟宋楚瑜搭 跟連戰搭 未來是不是跟馬英九搭 或是他自己跳出來選政務總統 你說今天最傷的是李朝青 不是 選完以後最傷的是李文中 或許他會有一點忌憚 說會不會有後遺症 但是我覺得整件事情最傷的是吳敦義 你今天如果你要角度大位 大家會不會再講說 你有一個兄弟 而且這個兄弟是江青良 在公開場合裡面 就像謝忠良在一周還寫的 他公開告訴大家說 這吳敦義是我的 聽不懂 我聽不懂 就是說是我的兄弟 你們挺我就等於在挺他 你說你怎麼去撇清這種兄弟關係 不可能撇清 對